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 如果你有40多万的预算 你会去买一台国产新能源 还是豪华品牌的燃油车呢 这个话题确实挺有意思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各自找来一辆车 好好对比对比 看看到底怎么选 我推荐的是国产新能源 你想L9 毕竟作为这个价位的新能源SUV 它的关注度销量都还不错 而且也是国产新能源的 代表车型 那我更看好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燃油车型啊 因为毕竟他们有着更深厚的造车经验积类 还有更深厚的品牌积类 他们应该更清楚如何造好一台真正的豪华车 所以我带来的是上汽奥迪Q6 泰深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奥迪车型了 好了那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就从造车工艺空间舒适体验 以及架控体验几个方面去进行对比 看看到底呢该怎么选 空间乘坐舒适体验应该算是这个级别车型里面的基础功课了 先从车身尺寸来看啊 那我这台L9 它的车长更长轴距也更大 乘坐空间方面 我现在把第二排调到空间最大的状态 我的腿部空间离前排有三拳 三拳整 那如果我把第二排的腿部空间调至一拳的状态 它的第三排腿部空间仍然还有一拳 车身长度和轴距的理想L9确实是占优势了 但是奥迪Q6的车身要更宽一些啊 它的车宽居然超过了2米 所以带来了好处就是 你坐到车内明显感觉到 哎 这台车的横向空间要比理想L9呢 更加宽敞一些 而且你要知道 这台车它的车长已经超过5米了 它也是目前全球奥迪尺寸最大的SUV车型的 那在前排驾驶位相同坐姿下 这台奥迪Q6第二排的腿部空间 最大有两拳三指的空间 然后如果把第二排留到一拳的空间了 它的第三排和理想L9一样 同样还有一拳的空间 但是奥迪Q6第三排的头部空间 哎 明显要比理想L9更加富裕一些 在座椅配置上面呢 首先咱们得称啊 国产车确实给的高 不过这台奥迪Q6 在这一块的配置呢 也绝对是给到位了 比如像第二排的独立航空行程座椅 还有六座布局 这个在BBA里面都是独一份的 另外像座椅的通风 加热按摩 还有它的杯架 手机之下 这些也都给你配齐了 对了 还有可调节的航空度整 可以说理想L9给的配置 这台奥迪Q6是一个都没有落下 就这样的配置 即便是在80多万奥迪Q7 或者是100多万的宝马X7上面 你们都是看不见了 那当然理想L9的优势在哪里了 它的第三排座椅呢 是电动调节的 而且还有座椅加热 这个咱们奥迪Q6是没有的 不过在最重要的第二排体验上面 咱们这台奥迪Q6 是不比理想L9差的 基础功课上面来看 这两台车呢 做的都很扎实 但真正考验一辆车 是否真的豪华 造车工艺怎么样呢 还得看细节 比如用料啊 做工啊 还有车身工艺这些方面 那么这两台车 到底谁做的更好吗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叫做缝隙尺 也叫做塞尺 等会儿呢 就用这个工具来测试 这两台车的机舱盖 车门以及尾门 三个地方的接缝 每个地方呢 选取三个数值 最后呢 看看他们两台车 谁的车身拼装工艺 做的更好一些 那现在测量的结果呢 已经出来了 我们直接打在屏幕上 那我们就结合测试这些数据 然后还有咱们实测的画面 跟大家来分析分析一下 这两台车的车身工艺这一块 首先阿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理想L9它整体的接缝这一块 效比奥迪Q的更大一些了 理想L9的接缝呢 确实是要更大一点 但是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的接缝不均匀 尤其是尾门 那通过我们测试的数据来看 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偏差 有1.2毫米 那这个问题呢 在奥迪Q6实际上是不存在了 因为它整体的接缝明显更加均匀一些 而且接缝更小一些 然后它的同一个部位的接缝数值 其实最多就相差到0.1毫米到0.2毫米 这说明了什么 就是传统的豪华品牌 它还是有更好的造车工艺的 然后也有更深厚的造车水准 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在车身外部的 拼装工艺这一块 两台车在内部的豪华感营造上面 也是有区别的 看我这理想L9 两块大屏往这一放 科技氛围是不是就来了 但有个问题 就是你这台车 它内饰做的不够豪华 虽然你看 你这些用的都是皮子材料 包括座椅上 但是它看起来高级感就不够 所以在科技氛围这一块 我觉得理想L9做的是到位的 但是应该多花点心思 把旗舰车的豪华高级感这些给做出来 而且还给你看一点 这门板机缝我一根手指都能插进去 我觉得这个价位车衣表现不应该是这样 你还说我 你这一眼望上去不就是奥迪内饰吗 这可不一样 我这奥迪Q6内饰三块大屏 你在奥迪哪些车型上看到 像奥迪的Q7 奥迪的A6 A8 这些更高级别的车型上才会出现了 所以科技感不就有了 另外我再跟你说说用料好吧 你看我这台车 座椅真皮座椅 还有这种菱形格子纹加打孔的设计 还有中空台这里的铝织饰板 还有木纹饰板 不仅仅是观感很高级 其实摸上去 发现没这手感也更加细腻一些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同样的门板跟中空的接缝 还有包括这缝线的工艺 明显能看得出来 我这台奥迪Q6确实要精致不少 这个没头说吧 这个确实 理想L9科技氛围做的是好 但是相对于这个价格 内饰还是稍微素了一点 豪华感做的不是那么好 奥迪Q6豪华品牌豪华车的氛围 做的更到位 做工用料还有车身工艺这块 不得不承认 还是传统豪华品牌做的更好一点 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个有意思的点 就是每辆奥迪Q6身上的 都有一块RFID芯片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 车辆的身份证一样 车辆的颜色配置等信息都有 就生产的时候配合RFID的 无线受频技术 就可以自动识别车辆 完全的自动化 零偏差大大提升到 新车品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这个听起来确实挺厉害的 行 咱们这个环境就到这结束了 咱们下一个环节 看看这两台就开起来感受怎么样 OK 咱们换个地方 为了更综合的体验两款车的驾控表现 我们决定把车 看起来感受到这一段时间的 我们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相当于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一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这台奥迪Q6在山路里面驾驶的话 操控体验肯定是要比DCIAL就更好一些了 虽然没有空气悬化 但是呢这台车它配有CDC电磁解温器 山路里面驾驶咱们把所有的模式都调到最运动的情况下 搬到爆出弯性电磁 看见没它的避震的支撑性是完全足够的 走你 过弯的过程非常的顺畅 开起来真的不像是一台5米多的车 再加上德国的奥迪工程师的调校 另外全息标配了花球智能师区 所以在山路里面开的话 你会觉得哇这一台奥迪Q6它的整体的底盘的极限非常高 然后过弯的过程很顺畅走你 哇操控起来真的还是有一定乐趣所在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到动力性能 我这台车是2.5T的V6发动机 再加上7速的是双离合变速箱 在山路里面的表现就是动力非常的充沛 虽然没有电动机那么的猛 但是它整体的动力响应 给到你那种升降档的节奏感做得非常棒 来降档 降档 来大赞速走你 听到这六个发动机的声音没 非常非常的棒 除此之外呢 奥迪Q6还有2.0T的车型 搭载着大众的第四代EA88发动机 那一台2.0T的发动机 它的性能做得很强 而且效率做得也非常高 整体来说的话 这台奥迪Q6在山路里面驾驶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惊喜的 甚至当你想要去驾驶和操控的时候 它还是会给到你一些乐趣在的 当然了如果是在日常开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调到舒适模式 这个时候它的底盘悬挂 它整个动力的响应又变得特别的舒适 特别的家用 我觉得能够做到兼顾舒适和运动 还有操控 这一点确实很难得 尤其对一台中大型SUV来说 OK那最后呢 我跟阿正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OK那就我先来吧 明显R9作为这个价位的国产新能SUV 配置呢是没得说啊 冰箱采电大沙发都有 而且日常开起来呢也特别舒适 但是不足的地方呢也挺明显的 就是操控一般 你如果真开着它去山路里跑跑山路 那还真得慢点 那我再来说一说我这台奥迪Q6 比较有惊喜的一点就是配置 因为印象中豪华品牌车型很多配置都是要花钱选装的 你比如像100多万的宝马X7 第二排座椅按摩是没有的 然后第一排呢你需要花钱选装 那我这奥迪Q6前两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都给到你了 那输入性体验和配置媲美现在的国产性 不比你们做的差对吧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奥迪Q6作为传统的豪华品牌车型 还是那句话 它有着更深厚的造车经验积累 还有奥迪品牌的基电 那它应该更清楚怎么去造好一台真正的豪华车 怎么把豪华感给营造的更到位一些 包括机械素质 比如像底盘的调校等方面都是更有优势了 另外就是安全方面 我这台奥迪Q6是搭载了酒干拳气囊 然后理想L9是8个 还有车身强度方面的奥迪Q6 它的高强度钢占比达到80.8% 这个不仅仅是理想L9 包括其他的造车新智力品牌 都是没法逼贱的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价格方面 奥迪Q6的45TFSI车型 带夸球4G而且有6度了 优惠完之后 它的中单价格大概是在45-6万左右 其实和理想L9差不多了 对那这两台车到底该怎么选呢 我觉得如果你更喜欢新能源 更在乎智能化的配置 比如冰箱踩电大沙发这些 那去选理想L9是完全OK的 如果家里不具备充电条件 或者驾驶习惯上 还是希望入手燃油车的 要满足豪华有6座要足够空间 还得有豪华品牌排面的 上去奥迪Q6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